新能源时代悄然到来 渐渐地发现燃油车的优势已经被崛起的新能源车消磨殆尽了 论科技感、动力性、舒适性等方面表现都非常优秀 只是在续航方面让人比较担忧 当下充电桩的普及面也不是很广 于是一种新驱动方式的车型出现了 增城式电动车 最知名的车型就是理想万 当然它的成功就意味着竞争对手的出现 比如这台问界M5 一款现代化智能座舱豪华SUV 恐怕对于这款车大家都比较陌生 但是对于华为大家还是知道的 它是华为与赛利斯联合开发生产的一款中型SUV车型 售价在25.98万和33.18万之间 从目前的市场表现来看 消费者对于这款车的认可度还是很高的 上个月更是卖出了3245辆 呈现出了上升的趋势 那么这款车为何会吸引这么多人的关注呢 从颜值方面来说 它的整体设计还是比较个性时尚的 帅气的大灯组 梯形横幅式的中网 纵直的乌灯组都有着很高的辨识度 侧身还是跨界轿跑风格 采用了大溜背造型 线条平滑流畅 多幅式的轮毂以及酷似保时捷的车窗拐角 都显得很上档色 尾部还是贯穿式的尾灯组 细穿的灯条在点亮后 为饱满圆滑的尾箱增添了更多豪华气息 尺寸方面 它的长宽高分别为4770 1930 1625毫米 轴距为2880毫米 是标准的中型ICV尺寸 所以体量感还是有的 不过后排空间 没有达到这2880毫米轴距 已有的水准 但也足够宽敞 作为填充柔软 地态平整 作为支持加热功能 头顶还是巨大的全景天幕 前后都加入了扬声器和实音器 前后都可进行语音控制 前排的设计很符合新内院车的特性 简约而时尚 大量的NAPA真皮材质的用用 没有毛皮房的感觉 前排作为支持加热 通风按摩功能 整个座舱中 这15.6英寸的中控屏 和10.25英寸全夜记忆表 无疑成为了最大亮点 搭载了华为的火梦系统 操作画面以及流畅度和手机一样 可与华为手环 手表 平板 以及智能家居进行无份连接 智能语音控制 也可以识别连续的语音指令 还可通过A住处人脸识别摄像头 进行华为账号的登录 科技体验感确实出众 挡把出还有60瓦手机无线充电面板 全车多达10颗华为Sound的音像 舒适性 豪华感非常出色 谈到动力部分 恐怕是大家最期待的 而问记M5在这方面的表现 也没让我们失望 它采用了单后电机 和前后双电机的驱动方式 1.5T为增压器 为车辆发电提供能量 需要加95毫油 后驱版最大功率为272马力 零百加速仅为7.1秒 四驱版最大功率分别为428马力 496马力 零百加速仅需4.4秒 纯电续航里程为200公里 而满油满电的情况下 综合工况续航可达1242公里 这个数据还是非常给力的 综合实力不输特斯拉Model Y 那么对于这款车 大家怎么看呢 欢迎在下方留言评论 记得关注我 每天都实话评车